再来看是贫穷这个话题 调查数据就显示 台湾有9%的民众认为 自己是属于贫穷状态的 不过很多人的贫穷感 是来自于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产生了一个精致穷的现象 包括像是认为 有钱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 没有养成储蓄理财习惯 而因为吃穿用度都太过重视名牌了 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 选购自己喜欢的彩妆品或是服饰 装扮自己是人之常情 但如何拿捏却是显示 价值观的巨大差异 金志雄这个新名词 也正反映某部分的族群 形容薪水跟不上他们的消费力 但为了维持生活品质 导致越不浮出 收入不高但是消费很高 所以常常就是为了买自己 就是想要的物品 特别是奢侈品 以至于他常常成为月光族 都存不下钱 他们使用金钱上面 比较多的钱都用在 不是自我投资 学习成长进步 追求一个自我提升 而是花在一个满足欲望上 盘点金志雄五大特点 除了对品牌迷思 吃穿用度非名牌不可 再来也认为能花钱解决的 都是小事 像市场使用近距离轿车或轿外送等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适便利 开心花钱 不开心也花钱 以及无法克制自己 无穷无尽的消费欲望 也没有规划储蓄 他们有一个部分就是从自卑感逃到优越感 那另外一个当然也可以去去除那种匮乏的感觉 因为你有时候的确在某一些部分 你可能没有办法达成 就像刚刚叙述的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达成一个 你想要的买一个房子 买一个家 所以他会在另外一个地方 感觉他自己的经济是不予匮乏 而金志雄其实形容的就是一种价值观 希望活得精致而却非真正有钱 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 当人们的自身处境与另一种参照物相比处于劣势时 便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 而为了消除情绪 就可能透过高级消费来满足自己 尤其社群媒体深入生活当中 造成一股趋利 让人渴望展现美好的一面 过去像这种非理性的消费 盲目的消费 然后这是都有的 我这个年代也有下一个世代也有 长辈的世代也都会有 这些年轻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他背后有一些理念 那如果说这叫做金志雄 我会觉得这是非常好 对于新世代是了解的 可是如果把它说是一种所谓的 不懂得储蓄 不懂得然后节俭 或者是不懂得怎么样做所谓理财 然后说这种叫金志雄 那我觉得他是对于新世代有非常强烈的误解 甚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那这是一个污名化 因此在低薪物价飞涨 买不起房的时空背景 更容易让现代年轻人被标签 惨遭污名化 不过这也只是形容某种行为 并非特定年龄层 而这也该反思台湾的贫穷状况 根据社就盟发布的台湾贫穷政策调查当中 可以发现有9%的民众认为自己处于贫穷 而且认为自己五年之内无法脱贫 另外还有7.8%的民众认为自己接近贫穷 一旦遇到了危机就会落入贫穷当中 无法计划将来会常常是贫穷家庭的一些特性 那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在于 因为经济状况差 大半新力早就因为度日而耗尽 虽然根据内建部统计 加总各县市的中低和低收入户人数 不到六十万人 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点六 但根据社就盟的调查 却认为高达百分之十六点八 因此法定的贫穷人口 恐怕不等于实际的贫穷状况 包括我们的多元产业的学习 跟私人探索一些法案 对这些家庭 特别是对这孩子来讲 就特别特别的重要 而从台湾世界展望会辅助的孩子当中 就有四成并非政府法定的贫穷资格 台湾的真实贫穷率和净贫率 也必须更贴近人民的真实感受 TVB的新国人和这样一些单词 他会报道 而中阶主管的真实感受呢 根据美国的调查显示 有超过四成的中阶主管觉得很过劳 原因在于他们尚有来自老板的压力 而下有领导团队的责任 曾要转职的比例越来越高 超过了五成 甚至有研究显示 升官让离职的风险增加六倍 一大早就停不下来 整理资料统整联系 除了要忙自己的东西 身为中阶主管 还有更多责任 召集组员们开会讨论 今年39岁的王经理 身上公司里头的中阶主管 已经第二年时间 前期也花了一年才比较适应 虽然压力跟工作量都有增加 不过目前还撑得住 而这样的状况算好了 根据研究发现 认为自己在工作中过劳的比例 行政主管达到了32% 高阶主管则有37% 基层贡献者认为自己过劳 就达到了40% 而在公司所有层级中 过劳比例最高的 就是占比来到43%的中阶主管 我们工作很忙 但是不一定很累 很累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在目标 跟你的手段上面 其实出现很多不明确 很混沌不明的状况 而中阶主管特别是在 他的工作定位上 最处于切身未明的情况 因为他的立场 有的时候要站在 比他更高阶的主管 也就是从公司的角度 从获利的角度去思考 那他会有一套思考模式 可是因为他又直接地 管理到最基层的员工 他也必须去替这些 他所管理的员工去着想 所以这两者之间 很可能在价值上会有冲突 在思考的方向上就已经出现 多头马车的情形 这样子可能会是更加疲累的 在公司里头就像个夹心饼干 对上要有交代 对下也要有 以普通企业来说 中阶主管所带的团队 加总起来几乎是企业内 人数最多的 加上职务特性 最贴近市场 成先其后的枢纽职务 就相当关键 然而却有许多中阶主管 在职场中苦不堪言 有些公司他对主管的薪酬 跟奖金的待遇 可能跟一般员工差距不大 所以甚至有些机油员工 可能认为说 我做我自己好像比较单纯 然后薪资跟主管 领的差距不大之下 那我应该就是做好自己 比要去take care 其他员工还做得比较自在 而且比较轻松一点 升官不一定是好事 摊开美国ADF研究所 针对全球49万员工的研究 升官让员工离职风险 提升六倍 主管因为升官而离职的比例 又比一般员工还要高 另外跨国劳动力管理公司 也提出研究 指出主管对于员工 心理健康的影响 相当于是跟配偶一样大 甚至比他们的心理治疗师 还要大 就是说他自己本身 要能够了解 自己的工作的属性 一定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 给做好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他要能够所谓的同理心 什么意思 很多人都说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 意思就是说 你以前当小咖咖的时候 不是都说这个不行 那个不可以 怎么自己当了主管以后 你好像就来压榨我们 那第三个我觉得 还不断地学习 因为学习是万年不变的 一个准则 觉得不可能说 因为我今天当了主管了以后 我就什么都不需要了 然后我只要出一张嘴巴 公司企业持续运转 从上到下 每个螺丝都是关键 除了薪资以外 如何留住人 留住心 也是在职场的一大学问 体育新闻 萧应强 从岳台北 采放报道 之前香港首富李嘉诚 创办的长江实业 以七折价格出售了新建案 而另一个集团 横击兆业也宣布 要降价五折出售商办 这让香港的中股物价格 开始松动了 从八月份香港的住宅 房价指数就出现 连四个月的下跌幅度 中秋节到大陆国庆 廉价期间 初游旅客暴增 往返香港和大陆的口岸 尤其人潮满满 香港和大陆恢复通关后 累计今年出入近人次破疫 但造访香港的旅客量 若想重返疫情前水准 恐怕还需要一年以上阵痛期 大陆经济自身难保 拖累香港预政乏力 加上利率攀高 住宅供过于求 号称全球最贵的房价 开始逐渐松动 官方统计 香港即去年 房价累计下跌15%后 八月住宅房价指数 又连续四个月溜滑梯 下探七个月以来新低 让当地房产仲介直摇头 不少香港的发展商业主 也希望香港政府 能够在未来 下一个月的试经报告里面 把这些以前的辣椒 房子人家去炒卖 楼房这些教室 希望把这些辣椒把它切掉 所以假如你是今天去买房子 但是下一个月可能香港政府 就把这些辣椒切掉 那这个润发税就小了很多 所以现在大家也是在等 为抑制房市过热 香港政府从2010年起 祭出所谓的辣椒 像是提高住房买卖税率 海外人士买房 额外课税等等 眼看房市疲软 官方也不得不低头 14年来首度松绑房贷乘数 期盼刺激买企 最新的规定 其实在一千到一千五百万的房子 他可以贷款到七成的一个贷款 那在一千五百万港币到 三千万港币左右的 他可以提高到贷款到六成 那这个当然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更多高端的一个客群 能够愿意投入到买房 然而再怎么利多大放送 仍敌不过利空夹击 香港首富李嘉诚 日前以七折价格抛售新建案 掀起连锁效应 另一家财团横积兆业也打价格战 降价五折出清余屋 专家表示受到降价潮颇及 香港中股屋也被迫砍价 但就怕房价跌跌不休 冲击股市和经济 李嘉诚七折售楼造成万人空向的 一个封抢的一个局面 我们也大概可以预期 其实香港的房价的底部 就是目前的大概七到八折左右 因为只要跌破八折到七折之间 基本上就会很多买盘进来来抢 所以应该的未来的房价 应该是不至于太悲观说 会一跌再跌 房市买气不振 与政治氛围以及人口外移息息相关 为了吸引人才和资金 香港去年底启动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 成功增加劳动人口 顺势提升租屋需求 专家认为接下来仍会有买盘撑腰 因为香港也是大幅度升息 那大幅度升息 屋主就把这个升息的成本 转嫁到租金里面 所以因此房价虽然跌 但是租金却是大涨的 现在很多这个商办 或住宅的投报率 都可以到3%以上 还是有很多这个长线资产的买盘 现在进到香港去承接 整个社会因为政府不断的大量用 国安法在打击异议 然后打压社会 那样子的环境 已经进入到生活当中的 各个场域跟层面 所以让大家都有如惊弓之鸟 那因此在这种床案之下 大家当然对于未来香港的前景 对于这样子跟国际整合 这种融合的一个情况之下 可能大家会觉得 比较没有那么有信心 香港版的腾龙换鸟 让流失的总人口数 看似止跌回升 能否因此提振防市景气 大环境因素 恐怕还是关键 TVB新闻罗士鹏 戴源丽台北报导 国际上像是英美跟日本 都有所谓的修课型硕士 但台湾为什么没有办法跟进呢 清大的副校长就认为 如果大家都申请 这样的修课型硕士 不需要写论文的话 会对台湾的研究量能 带来负面的影响 所以牛肯定 就是说整个艺术文化环境的发展 跟老师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大一样 在柳维公教授的课堂上 不只培养受试生 独立从事学术研究能力 也相当重视专业的实作经验 所谓的实作就是你有点提案 比如说你针对贫穷的问题 你针对像我们在偏乡 我们在花东部落 然后你看到这个部落 你进入到这个部落的田野 然后你发现到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帮助的部分 然后就把它转换成 变成是你的论文的题目 论文的命题 学术与实作同时并行 因为硕士班学生求学目的都不同 像是对多数在职进修者来说 增加专业知识比做学术研究还要来的重要 但有的学生则是对学术研究较有兴趣 认为写论文还是有必要性 因为像我们现在有在写论文的话 我们可能就可以实际的去进入到一个田野 或是直接去实际的去写一个论文 这样感觉会比只有上课上接收知识来的 比较好一点点 那如果你有论文考试的话 那是你自己独立完成的一个作品 然后是你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跟你的指导老师一起阐述的一个作品 你可能会获得比较多的成就感 目前国内的硕士班 学生要完成硕士论文才能毕业 不过有专家就提出建议了 与其墨守成规要求硕士生写论文 不如修改人才制度 用修课的方式取代论文 反而更符合学生与业界需求 所谓的修课型硕士 特色是修读期间短 课程设计有弹性 会搭配职场实习 适合不继续攻读博士 以及在职或是有工作经验的人进修 日前教育部就委托私立大学校院协进会 执行修课型硕士研究案 像是商业管理 金融 行销 会计 资讯科技 医疗保健等领域 只是不用写论文的修课型硕士 在台湾是可行方向吗 在台湾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外来走研究方向 老师要写论文 要有学术发表 把它框在学生的 其实也不一定是合理的 欧美这些国家大概都已经 focus在PhD 在硕士的话可以扩大领域 增加他的专业的能力或者是新的领域的能力 符合以后他就马上去就业了 修课型硕士在欧美实施行之有年 美国就分修课型硕士及研究型硕士 英国同样分研究型和教学型两大类 另外日本也在2003年修订学校教育法 增设专业研究生院 提供理论与实物相结合的教育 不再要求学生写硕士论文 东武大学校长潘伟大就建议 我国硕士培育制度应该要有所改变 一直不断的要求硕士一定要写硕士论文 事实上是不利于我们尽量去发展 所有的一些知识层面的一个推广 这事情应该是可以讨论 来放宽硕士一定要写硕士论文的 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不过若太多人选读修课型硕士 未来是否会影响到台湾的学术研究量能 两者间该如何取得平衡 只是因为国外有所谓的修课型的研究所的这个学位 然后台湾教有这一种这样的一个学位 那我就会奉劝教育或者是大学 不管是哪一所大学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从事这一方面的改变 你可以短期之内解决现在很多所谓的 就是要透过学位去漂白 或者是说等等之类洗学位等等之类 那这一方面的问题 可是这个方面一打开之后 那我并不认为是对教育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好事 只是让一些大学能够喘口气 多收一些学生 可是实质上面来说 实质上面的发展 对高等教育的发展 对老师们也好 对学生们也好 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高等教育改革有其必要性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恐怕治标不治本 TVBS新闻 闫瑞生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 资讯传播越来越快速 但也可能会让假讯息满天飞 像是气象粉砖发布讯息都要注明出处 不然最高会被开罚一百万元 像如果台风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分析气象署的资料 还有包含其他国外的一些资料 然后就把它做成 类似像一张这样子的图卡 不只有新资讯就要及时更新 还有各式图表更加一目了然 有五人组成的团队来分工 这个脸书气象粉砖 一经营就超过十年 小时候其实就蛮喜欢追台风 或者是看风雨 所以就渐渐的对天气啊 对台风有兴趣 单纯很想让大家认识台风 认识天气 或者把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 告诉大家 对然后后来因为慢慢的 一直在演变 然后就开始就作息 这样天气资讯传播的服务 虽然本身不是学气象 但靠着一股热情 还有团队中其他人专业的背景 粉砖至今已经累积将近四十万的粉丝 随着网络科技的进展 像是这样的网络粉砖 或是专门研究气象的网红 已经越来越多 太阳大不大会不会下雨雨又会下到什么时候 所有气象资讯都跟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只是近年出现了不少专家 位属民也没有标示出处 以极端的资料自行超译 用耸动的言词描述天气 在法规灰色地带游走 甚至彩虹线的乱象 可以说但不代表可以随便说 根据气象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 就算有或预报许可 但未经许可或是逾越许可范围 擅自发布气象或海上预报 未依规定著名发布者之名称 权贤或是姓名 有发布灾害性天气之预报 未依规定者同时著名预报出处者 经过中央气象署 既打处分书之后 人具不停止或是借其不改善 可处新台币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还 情节重大者得废除其许可 若是擅自发布地震预报 或是气象地震海上警报 更可处新台币最高一百万元 各位朋友在发布这类讯息的时候 第一能够注明 比方说出处是来自中央气象署 如果说是引用其他国家的 气象讯息的话 那我们也会希望 至少也注明是属于学术研究 去探讨这个问题 而不是作为发布预报的一个依据 警察报讯息牵涉到各 县市政府防灾的作为 包括疏散 包括撤离 甚至包括到是否放假 这类讯息都会影响到 县市政府的决定 那目前是统一 由中央气象组来发布 相关的官方讯息 如果真的有一点跨越 这条红线的话 那我们会参加提醒 季风 台风 梅雨 台湾天气变换多端 在资讯丰富 但又纷乱的时代 除了气象鼠 加强把关 民众也得要同步 做好试读 TB新闻 谢谢你 成文月台北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